大家好,三月份之后这些植物彻底的复苏 这个白长也是一样 在冬天的时候它长得比较萎靡 但是一旦进入春季的话 它的生长速度就会飞快的提升上来 那么我们家中的白长在度过了整个寒冬之后 一定的养护措施要给它跟上 因为在四到六月份就是它的花期了 我们现在把这些操作做好 让它到了花期顺利的开花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清理一下它下面的这些老叶黄叶之类的 因为经过一整个冬季之后 它的新陈代谢会代谢掉一些老叶子 我们就把这些老叶子去掉就可以了 避免它影响这个植株的生长 先给它做一次清理 给它减压减负 这盆白长它的负担就会更轻一些 它生长的速度就会更快 那么它开花就会更早 所以在春天来临之后 我们要给这个白长修剪一下这些老叶子黄叶子 让它处于一个更合适的生长状态 那么后期它的生长速度就会更快了 给它清理一下 好 给它清理完之后 这盆白长它的状态已经好了很多 看起来已经整结了很多 那么给它清理了这些老蚕的叶片之后 就要给它补充一些养分 现在它是需要恢复自身的养分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给它用这种通用型的营养液就可以了 它是一种叶肥 它的肥效释放比较快 很快就能够被这一个植物吸收到 那么这盆白长在它花期前 把这些养分储备 储备到位了 那么一旦进入花期的时候 就快速的慢化 这种营养液是每隔五天左右 给它用上一次连交一个月 也到了四月份了 那么那个时候再给它转换这个营养 去催化就行了 春季是养白长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 在这个时候把这些操作做一遍 能够让它一旦踏入花期 就能够收收慢化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